大家好 我是小黑 我现在在河东区的八尾路 今天要去尝一家朋友给我推荐的餐厅 他说这里有一道菜特别吸引我 叫手撕小鳖 小鳖就是小甲鱼 你说这个小甲鱼拿手撕着吃 它是什么样的 我真的挺好奇 今天过来来尝一尝 现在这儿 阿瓦印象 从外边看这装修还有点意思 原生菜主题餐厅 也不知道这里主打是卖啥菜的 咱进去尝尝 一个人也没有 你好 这开业了吗 我吃饭 这店的装修确实挺漂亮 是以那种蓝色为主的 还挺漂亮 这块还有个舞台 小吊灯都是蓝色的 还有那种路头 11点开门我们就已经到了 现在这里还没有人 就我们一桌 是源自西南土菜专家 这主题是啥意思 菜挺多 但是看着全是辣的好像 你叫服务员问问 我看咱这装修挺色色的 咱这主要是卖什么菜 鱼头 鱼头 是什么菜 菜系 香菜 阿瓦山寨是吧 对 主要是卖香菜 我是奔那个就是那个手撕小鳖 有吗 有手撕小甲鱼 对对对 热菜凉菜啊 热的 这个啊 手撕小甲鱼 28一只 御用菜 这看着挺吓人的 这是整个的小甲鱼啊 这都是那种养殖的是吧 对 多大个啊 有这盘这么大 差不多吧 差不多 然后来两只 臭豆腐 B点 32一份 来份长沙臭豆腐 这啥玩意儿啊 这是隔层拔烤肉 这是五花肉 49一份 那就这个吧 有几口吗 这微辣 菜点完了 点了这个三个比较算特色的小菜吧 刚才问了一下 服务员说他们这晚上是酒吧 这是有演出的 唱歌的 人少就是好 上菜赔一块 全来了已经 臭豆腐 手撕小甲鱼 隔坟五花肉 看着真不赖有食鱼 哇塞 这小甲鱼真的是一个整个的甲鱼 你们看见了吗 完全没有切过 小甲鱼头 小甲鱼爪 这两只小甲鱼往这一趴 混流活现的这是 这俩甲鱼这大小有区别啊 一大个一个小个的 这就这么 这整个这么吃吗 就吃着吃啊 就扒开就吃了 扒开就吃啊 扒哪这完全不多呀 这脑袋能吃吗 脑袋不能吃 这脑袋这么拽去啊 对 但是之前有卤过的 特别好拽 哎呦我天 就点下 那那爪能吃吗 爪 爪 那个尖尖不能吃 就前边那个小尖尖 对 就那个指甲不能吃 它都可以 那壳呢 蚝肉不能吃 它它这个唇边可以吃 这个边能吃 对 那里边呢 里边也可以 就里边的内脏都能吃 内脏全烫了 啊 就里边现在就全 除了壳就不能就肉 对 我去 太神奇的小玩儿了 这是一个一整个的卤的 然后底下开糖了 把内脏都去除了 说这爪子上这指甲盖不能吃啊 看这指甲盖 这个不能吃 然后剩下这个就都能吃 这个 嚼硬蛋白 好像以前吃的甲鱼 都是给剁碎了 是吧 就这样的 整个的嚼甲鱼 把它脑袋拽掉 这整个的 这个甲鱼头不能吃 这手撕甲鱼 这也不知道从哪开始撕 这玩意 这一大壳一壳撕哪 我尝尝那裙边 是卤制好的 没有腥味 它微微有点辣 我要的是微辣 刚才这口没吃到肉 其实甲鱼 大家应该知道 特别有营养 卤的真烂 这是甲鱼的两个后腿 它已经掉下来了 甲鱼的小尾巴 看见了吗 这是尾巴尖 这也咱也别吃 这是那爪 卤的确实挺软和 但是它这个肉 就嚼起来还是有嚼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甲鱼肉的 就这样啊 吃起来没有腥味 但是有一股什么味儿呢 可能是这种甲鱼特有的味儿 有点像鱼头那个味儿 特别软 炖的特别烂 这条甲鱼爪咱也别吃了 看这小甲鱼的裙边了吗 这个是特别有营养的 胶原蛋白 它这壳其实都是这种 我就不客气了 我瞎嘴了 味道还可以 这裙边吃起来就是那种胶质的感觉 作为一个吃货 它啥都得吃 吃起来有点像猪蹄 但是比猪蹄 那个弹性更好 这小甲鱼吃起来也不咸 味道也还挺香 但是就是感觉啊 就稍微这个心里有点怪 它要给你剁一下啊 给你切成那种块块的 就没什么 它这整个的就 就有点意思 小甲鱼慢慢喊 尝尝这臭豆腐啊 它这臭豆腐是这种蘸汁的 这种蘸汁的臭豆腐挺好啊 上面这料挺足啊 哇 闻起来可以 还是有点辣呀 臭豆腐也挺足 嗓出来化了 喝口水 鸽粉五花肉 这种它应该是鸽粉 就跟凉粉似的吧 宽粉似的 炸的 然后这种是小五花肉 然后弄它一起炒的 这还黏黏的呢 这种鸽粉 我刚查了一下 这鸽粉就这种 鸽粉其实它是从鸽根里提起出来的一种 这鸽根其实是一种中药 它能清热解毒 生津止渴 还真没吃过这鸽粉 是这样的 姜粉 这鸽粉这个口感 就有点像宽粉 但是它是宽粉 好像就是过里面油炸了一下 还特别进味 表皮有点酥和焦 好吃 焦焦的小肉干 它这五花三盆小肉 哇 这菜真香 那个香味就是渗到了这个肉里和鸽粉里 夏天看来吃点鸽粉好 清热解毒 生津止渴 继续对我这小甲鱼下手 这一碗饭 我又吃了两块发酵 发酵还剩两块咱们打包吧 这抽豆腐吃完了 这个也差不多 酒丝小甲鱼 我这我吃完了 那个睡觉那个他不敢吃 这个我把他打包拿回去 让甲鱼人尝尝 这顿中午饭我们两个人花了159 我觉得还可以 尤其是那个手撕小甲鱼还是很有特色 之前我也吃过甲鱼 都是把那个甲鱼给剁成块 然后给直接炖或者烧一下怎么样 但是这个是整个的小甲鱼这么大 给你拿着让你手撕着吃 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挺生猛的 味道也是挺独特的 那种卤的味不是特别重 但是它那个甲鱼自在那个味 反正我是吃了第一只还行 然后下边那只我是实在是吃不了了 然后咱给它打包了 那道隔粉五花肉我觉得是真好吃 就把那个肉尖着干干的 然后你越嚼越香 还有那个隔粉 我觉得这套菜不错 那长沙臭豆腐32 我觉得一般般 行吧那就这样吧 喜欢小黑的朋友们 没点关注的点下下面关注 良心评测开小黑 吃饱喝足了收工回家 晚上家里人尝尝手撕小甲鱼